冰榔滩前满地的碎片招牌被撞到 路灯灯杆整根被撞断 躺在马路上 而造货的就是这辆银色轿车 轿车车头全毁 撞击力道可不小 还把冰榔滩外的水龙头给撞断 水不断冒出来 害得店里面大淹水 冰榔滩小姐一早来上班 看到这幅景象当场傻眼 警方调约路口监视器 还原车祸发生的原因 19号清晨5点多 55岁的蔡姓男子 开着银色轿车 行进这处路口处时 疑似闯红灯 不慎失控 逆向撞上了路旁的灯杆酿货 蔡姓男子因为脸部和肋骨受伤 被送往医院治疗 幸好没有大碍 除了车子得要花一笔维修费用 赔偿冰榔滩的损失之外 恐怕还得吃上 酒驾和闯红灯的罚单 借赞王一璋 王胜炫 台中报道